看到尔东升当众怒斥内云明星 才明白内地和TVB演员的差距多大 你们如果在我现场这样 你们就滚蛋了 彼时无限超越班学员来参加试戏考课 身为导师的尔东升明明只是辅助 但他的态度从始至终都十分认真 一直在现场忙各种准备工作 各位帮忙来 请一下 来 反观来试戏的内云演员 身为正主却各个细皮笑脸 肆意打闹的样子不像是来演戏 反倒像是游客来影视城玩耍 一二十万点 慢 千万万 看到学员对演戏如此儿戏的态度 尔东升终于忍不住了 你们还是这样的 说了八百次了 近一点 你们如果在我现场这样 你们就滚蛋了 讽刺的是在节目第一期 这些明星还直言要来提升演技 现在看来他们只是靠节目提知名度吧 毕竟现在的内云明星接戏从不看演技 只要有流量就可以被邀请出演主角 在片场导演惯着工作人员捧着 拍戏时更是一点疼一点口都受不了 然而对港台明星来说 演员就单纯只是一份执意 港星梁静辉被邀请来内地演戏 就对工作人员的特殊对待很不适应 觉得来到内地工作就是有点不习惯 就太好了对我们 真的每一个镜头拍完就说 老师你回去收拾我说不用了 这很大 你知道你回去 你不回去我们压力很大 只想说这真的不是讽刺吗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明星演员变成了高高在上的存在 出门动辄前呼后拥保镖成群 拿着208万的日星 就真的把自己当成了大人物 反观TVB演员都是一步步打拼上来 每一个机会都需要自己去争取 因此他们不仅全能还各个多才多艺 演戏是根本不需要导演指挥站 甚至还会随着导演进度调整相应表演方式 如果是要换镜头的那边 我们都喜欢在听导演说 这50的镜头 50的镜头里都是 他要拍这个比较大的一个镜 如果他一拍一个 很紧 你演的时候你的肢体 你就可以再大一点 不然你就很小就看不见 对TVB艺人来说懂镜头只是最基本的 反观有些内地演员别说懂镜头了 他们来到现场怕不是只会耍大牌 难怪个别流量明星演技十年如一日 万万没想到无限超越班还有前传 吴振宇14年前就拯救过张瑞和朱子霄演技 天地 才敢 还有才子 而且我这么近都没听出他说什么 笔是快本要表演是爱的眼神 而张瑞的眼神坚定地向要入导 旁边的镇宇大哥都要怀疑认知了 而那时的吴振宇还没经过 某些流量明星灾难是表演的毒打 不信邪的他还试图拯救张瑞的眼法 我帮了平凡一下 刚才那个我告诉你 开始那个焦了 开始指点了 一番指点过后 吴振宇一脸期待地看着张瑞 谁料吴阿哥依旧是眼神大而空洞 吴振宇真是白交了 而此时的振宇大哥万万没想到 后面还有一个朱子霄要他度解 当看到对方自告奋勇的表演时 吴振宇的表情一如地铁老人看手机 三二一开始 一个眼皮抽筋一个不会眨眼 再加上疯狂秀下巴 只想说朱子霄和张瑞是懂事爱的 卧龙奉出谁也便笑话谁 吴振宇此生最大的败义 就是妄想教会他们演戏 于是当无限超越班 在看到张瑞和朱子霄时 振宇哥是真的一点都笑不出来 恨不得连夜改名真无语 因为他又得知道这两货了 尤其当看到朱子霄面对父亲去世 他却眼神空洞只会机械的吃鸡爪 完全看不到悲伤感情的表演时 吴振宇的表现完美 全是啥叫不忍之事 而当看到张瑞明明是演艺 接到试镜悲剧电话 结果却莫名其妙加入妈妈 快递来电情节时 吴振宇更是看得一整个头皮发麻 我看不上去 不是 表演的美学在哪里啊 表演你眼红干嘛呢 命运的回旋标事隔多年依然正中雷新 吴振宇14年前没教会的学生 14年后依然让他崩溃 看到吴振宇一句话让李飞儿面露尴尬 才发现这期无限超越班到底有多抓马 在这群大佬前面提起入围电影节的辉煌 李飞儿这波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实在不够看 难怪尔东升吴振宇一个赛一个阴阳怪气 看到李飞儿完全不在状态的表演时 导师们的表情更是一个比一个不可描述 而吴振宇出气不易的搞笑也依旧在现 他给王子薇饰演的聋哑人配戏时 吴振宇一句话将苦情戏拉到喜剧 除了各位导师的表情大傻 还有让嘴毒王者吴振宇亲自下场澄清的剧本事件 起因是吴振宇这期在现神操作 选人不看演技而是看团队凝聚力 本来几凌晨所在的警超组已经胜券在我 但高海民族想争取一下用演技批点 而且大海哥未成一时智能竟然还同意了 结果就是让人抓马的强制爱名场面 我不大喜欢你的呼吸 太厉害了 这是一疯子吗 可想而知比拼失败了 队友朱子肖气的想拿鸡爪腦蹋 难怪鸡爪都是无骨的 我得理你病实 暴脾气的朱子肖一出门就和几凌晨宣战 两个人的争吵甚至还延伸到了团队矛盾 就这样一群人僵持着争执不休 几凌晨 你为什么会同意PK这事呢 我懂我意思吗 这是永定的事 你为什么还要再往下 然后是无助的和洛洛忙着劝甲 弱小且插不上话的队长 整个人都要碎掉 吓得警超默默去找导师吴振宇寻求帮助 两人回来时就有了那个手牵手的名场面 不得不说吴振宇老师的小嘴就像脆了毒 回应无限超越班警超组吵架不是剧本 理由是他们根本没有那么好的演技 只能说这个节目真的好抓马 很难不怀疑是吴童故意整蛊吴振宇 着到大陋上车里面 不舒服的 接着要打马上刷了